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的地质公园的相关负责人就会带我们重返三叠市 看两亿年前的鱼龙和海百合是如何栖息繁衍的 那我接下来就向我们的网友介绍我们地质公园的负责人 请你给我们网友做介绍 大家好 我是观领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的负责人姓陈 欢迎大家走进观领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 各位网友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贵州棺林 大家可以看见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它是一片山地的形状 但是在两亿年前这个地方是一片汪洋 是一片大海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在我们的棺林会有这么多的化石 然后当时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是这样的 就是在两亿多年前 在两亿多年前 这里是一片远古海洋 当时在当初的时候在你的这个海水比较浅 那个海洋生物比较少 后来随着这个造山运动的那个进行 海水逐渐变深 各种鱼类 双下还有鱼蛇开始繁盛 然后我们这里跟古太平洋是当时是相通的 然后这些大型的鱼类 鱼龙 海龙他们就追逐而至 在这里捕食鱼类 双鞘 这些小一点的那个沿古海洋生物 这里变成了他们稀稀捕食繁衍后代的天堂 最后来这里附近的那个造山运动 使得这附近的那些山石 泥土 这些萃细开始填充我们这片海洋 这片海洋的水就逐渐逐渐的那个变浅 到最后直击 直击 这个造山一顿萃细就把那个这些鱼 远古海洋生物就埋藏在那个地底下 它趋养还有隔击那个空气趋养 然后就形成了 今天我们等一下我们所能见到的古生物化石 我们现在也走进了我们这个地质公园的园区内 那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公园 我们管理国家这个化石型国家地质公园 是我们的那个化石保存面积有200平方公里 都埋成有化石 这个规模是非常庞大的 然后我们这个园区内现在开发的那个展 这个这个景点有四个馆 四个馆 是其中有 原味保护馆就是一二三号馆 是原味保护 原味保护 原味保护 它就是在原地发现那个大型的那个 原味化石 然后我们在原地把它挖集出土 就是说是这个化石是出现在这个地质公园里面 对 所以就在这个化石出现的这个原味呢 就建了这个管 对对对 原地出现原地修复原地展示 从没从没动过 这就保存了它那个原始的地貌 古色古色的原汁原味 就是说是我们能看见 对对 就是当时这块化石发现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 就是它气息的那个环境是怎么样的 是吧 能让那个游客 就是广大游客跟那个这些地质爱好者 化石爱好者 能够直观地感受那个化石埋藏的那个 呃 原始地貌 这是我们这种 这是在我们国内都是手上的 在原味保护 原味保护 然后还有一个大宝物馆 那里面 我们展览有上百届我们的那个 古生化石有海北河 鱼龙 呃 海龙这些化石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进去大宝眼福 嗯 所以就我们的网友 就是一会儿可能我们的内容会非常的精彩 对对对 大家就有错过 哎 这就是我们的盐味 刚才说的盐味保护一号馆 一号馆 一号馆 这是我们的美女导游小王 嗯 你好 你好 他可以看一下这个石上链花再看 这个棋石 这个是 这块石头有什么说法呢 哦 是这样的 这个石头就是我们把那个海北河 这就是海北河了 跟从我们说的海北河 美丽的海北河 嗯 我们把它那个移到这块石头上 然后这四个字石上链花 呃 就充满有那个佛教的那种玉蕴在里边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嗯 那刚才我们的城市说了说我们原味馆是我们地质公园的非常特别的地方 因为其他地方都没有这么大型的这种原味馆 啊那接下来就邀请我们的那个党体员我们的小王 然后他带着我们一起来逛逛 我们先从一号馆开始 好的 我们来这边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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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三年级时期呢 他又给我们大家知道的那个熟悉的侏落记呢 还要早6500万年 嗯 然后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条鱼龙呢 他保存最完整的地方是他的那个头 嗯 隔阳池 那就是我们在看这个之前啊 我就很想知道 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三年级是在 刚才你说的在中国记之前的 对 那这个鱼龙的话他到底是鱼太鼠 嗯 他是体型像鱼然后过而得名的 嗯 是因为中国人姓龙嘛 嗯 然后也是因为最早研究他的国家是德国 德国的语言翻译过来呢也被称之为是鱼龙 那他其实他并不是鱼或者是龙其中的 对 他只是两亿年前生活在这个地方海洋里面的一种生物 是 鱼龙呢是现在发现他化石之后 专家研究出来给他取的一个名字 这里我可以那个补充一下 就是鱼龙 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恐龙 他的最初的范语是恐怖的蜥蜴 那个蜥蜴 咱们这个鱼龙也是这样的 这个鱼龙 它就是 呃鱼型的蜥蜴 像蜥蜴用的鱼 后了 后了人就用那个蜥蜴是吧 大家都用蜥蜴这个范语不好听 咱们就把它 我们政府人把它翻译过来的时候 就是把它翻译成龙 就像鱼型的 是这样的 把这个就有点修理性而起 跟咱们那个中国 五千年文化传措上的那个龙 就气候在一块了 它的名字其实是一种 就是它的 一种比喻跟形容 对 因为是中西河 你是不是说它就是鱼蜴 对 我们都是很希望它是龙 对 那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下 这一块特别大的这块块块石吧 嗯 好的 对 它的这个保存最完整的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头部 跟牙齿的情况 你们就可以看到了 从它这个封印 专家就推测出来了 它是一种肉食 以一些小的鱼类和一些双壳为食的 然后它的这个头部呢 往下延伸过去的话 这是一条它的这个猪脊椎 你可以看一下 脊椎再往后延伸的 那边就是它的肌肉 很一旦是它不开采的时候 这个地方它就挖断了 它要去保留下来呢 可以延伸到那边 大概有两三里的位置 然后旁边圆面状的这两个 是它的旗 就是旗吗 对 看起来 分为旗的旗跟后旗 是各一对的 然后它这个旗呢 是晚三连纪的一个特化 然后是由脂骨转变成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圆盘状 就是它的骨骼的一个形状 然后这张类呢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腹部中间 这有一小条 伞入的肋骨在这 哦 对 这是一条右脸鱼龙的竹脊椎 哦 那吃什么意思 就是它吃掉了它吗 不是 这条它是一条右脸鱼龙的脊椎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条鱼龙 它是一条子气的 哦 并且是胚胎寒在体内的一个鱼龙 嗯 我们这个鱼龙呢 它是属于羊毛脑胎生 羊毛脑胎生呢 它跟现在少数的几个孩子 就是就是这样的 呃 都是将它们的胚胎 在体内孵化成型的时候呢 它在生产中 孵化成型 也就是说它就是 呃 一开始是一个蛋那样子的 对对 我们都知道 哦 我们原古时代的这个 海星旁运动物 生殖方式有两种 嗯 一种是卵生 卵生呢 跟我们大家知道的 恐龙和海龟是 呃就是这样 就是将它们的胚胎 然后缠卵 嗯 在在在外面以后 找一个栖息地 然后缠卵之后 它在孵化 我们这个 它是因为生活在海洋里的 所以它没办法 找一个栖息地来缠卵 它的胚胎呢 都是在体背孵化 哦 这也就是跟它当时那个生活的环境是 呃 有关的 海洋里的 嗯 所以这个刚好是孵化成型之后 它还没有生产出来 嗯 就一起埋葬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呢 当地人叫云代代 是一个比较难得的一个现象 那这块 那这块化石是不是 野生东西是保存的比较完整的 对 呃 它是以原地保存的嘛 嗯 然后就这个原地保存来说呢 在我们这个地方 在全世界 就是一国二的 哦 因为只能到中间才能看到这样原址的 这个化石 嗯 那我想知道 这么大一块化石 它当时是怎么 怎么发现的呢 呃 这个呢 是当时有个农民 在这个地方种地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鬼部的这个地方 它断掉了 嗯 当时旁边是老百姓的地 在老百姓种地的时候呢 把它的那个 鬼部给挖碎了 从哪儿都才发现的 这个地方 是这样发现的 然后我们看到这是一号管的第一条鱼 嗯 看完之后 我们可以到下面 紧接着有很多 这个 很多的这个化石 什么啊 但这个我还没看过欸 对 哈哈 嗯 对啊 它吃什么东西呢 吃的呢 是一些小的鱼类和贝壳 双壳类的这些小型生物 比如什么双壳 对这些东西 嗯 橘石 对 橘石它是一种石头吗 比如从名字上 也是一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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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切的牛双壳 它是一种软体的 软体的 对 然后它的橘石是 现在的化石的名字 像是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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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哦 那我看见这张图上 好像有一个 它的那个 进化 对 这个能不能给你介绍一下 嗯 这是鱼龙的四肢 因为我们的鱼龙 它以前是有爪子的 它是属于二次返回海洋 然后是由原原先的这个爪子呢 慢慢进化成 我们现在看到的圆盘状 它因为什么呢 它为了适应生产生活 它 然后植骨的一个转变故事 慢慢合拢了 合拢了以后呢 它就会越来越短 然后指节就越来越多 所以才 才 才形成我们现在刚刚看到的 地上的这个原点状 就说它二次返回海洋了之后 它进化成这样子 就更适应海 就是海里面的那种设定 对 蒋正呢 用来划水 跟那个保持身体平衡 嗯 嗯 是这样的 它需要面积更大一点 对 跟现在那个海豚啊 经营差不多 这个概念 因为那个渠嘛 就是渠 那旁边这个是不是就鱼肉 它形态变化 嗯 完原成它原本是这个样子 嗯 对 就是 是根据它的骨骼 然后复原出来的一个 复原图 肉质部分 添加上去了以后 然后早三叠式的时候 我们看到它比较像蜥蜴 嗯 身体是很长的 到了晚三叠式 它为了适应海洋生活 它就会 嗯 体型 会逐渐扛大 嗯 然后中间这是一幅 全球古地里的风附图 这幅图呢是告诉我们 它以前呃 我们在特提斯海洋的这一带 嗯 就会出现鱼龙 然后这一带呢 它主要是除了五官邻 还有德国呀 新西兰呀这些国家 都有鱼龙化石 只是说他们国家的化石呢 没有我们这个地方的 这么丰富 啊 数量那么多 那你那时候的官邻是在这儿啊 对 一片海洋 我们可以看到 对 一片汪洋大海 那为什么就是 官邻能保存这么多的 这个鱼龙化石 那像你说的 其他的很多地方也有啊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这么完整 呃 这个的话 它可能跟地层有关 嗯 我们这边的话 它以前都是沉积岩 它是这样的 当时我们这里就形成了 刚才我介绍了 形成一片那个 德天独厚 那个呃 浮游生物 比较繁盛的那个海湾 海湾环境 嗯 那西西呢就更 就从那个 那个古太平洋 那边游过来 就是这儿西西 然后后来 我们这片海洋 跟那个外界的海洋 慢慢的就断结了 那个联系 他们就困在这片 那个那个犬弯 对对对 被困在这里面 哎 然后照商运动 就那个脆细物 比如那些石 你把它来填 填充 就埋藏在我们 这片200平方公里的 那个范围内 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的 这种奇幻 是这样的 那个在琴球 过地 我们这儿是 数量最多 快头最大 最精美的 比如在德国 他们发现的那个 海北和化石 都是一些那个 残肢脆弱 没有我们这边 这样的保存完美 那个精美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说是 因为当时他们都是 在海里面的 就是这个动物吧 对对 所以它其实能形成化石 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对对对 因为如果它没有在 特定的环境的话 它不可能就是 就成为化石 它可能都在海里面 就灭完完 没有任何人知道 对它无法保存下来 我们这儿就是那个 折尖族和那个 宁静的那个海湾环境 它能够沉寂下去 然后 瞬间 就构结那个 那个 空气氧气 然后得有完整的 保存下来 其他地方 要么被那个 其他的那个 海生动物给吞噬了 要么被那个 细菌给分解了 就无法保存下来 这个环境是 要觉得非常苛刻 对对 那当时 这个地方就是 还没有成公园之前 它是一个 一个 就是一个山 荒山吗 对对 荒山 然后然后 后来就不断的有发现 有种化石 所以就干脆就把这个 公园就建在这个地方 对 也会建管 也会建这个公园 对 是这样子的 所以也是非常难得的 一个一个地方 对 是会风水大地 对 这个地方刚才也 介绍物了 就是 形象鱼 光德鱼 对对 那它是有20米这么长吗 最长的可以达到20米 是吧 对 有 我们在那个等一下 在我们大伯父馆 能够看见 成达10多米 20米 那个 对 那 那个 嗯 发现 就是发现了之后 是有专家过来 然后就 对对对 就过来 嗯 咱们到我们这来 研究的那个 专家 为国外的 跟咱们 国内 知名的 国外有10多个国家 那个专家 咱们国内的 比较多 最早 可以追溯到 那个 1944年 以前 当时那个 我们 呃 国内著名的那个 华石专家 那个喜德佑的 平身 跟那个是马思乙 跟那个他的助手 成康 救了我们这地方 来研究我们 那个国生和华石 嗯 当时那个条件 非常的那个 艰苦 他们就请了 那个 敲夫 是吧 帮他们敲那个 那个华石 回去 当时敲夫 看他们 就观察了他们 对那个华石 比较重视 嗯 他以为是什么宝负 就常里面 把那个 这个商务专家给杀毁了 就是研究咱们 最早研究咱们 那个 管理国生的化石 而付出生命的 脑瘤 背的那个 那个地质学家 在那个 所以说 这个化石 来自北亚 是他们用生命来研究 用生命来保护的 哦 是 因为确实这个化石 它能把我们 就是整个地球 还有地球的一些变化 然后它是 对对对 活化石嘛 对 相当于这个化石 它就书写了很多的历史在里面 对对对 所以就是研究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嗯 那现在我们就是可以到 再看一下 这个吧 再看一下 谁会得整个 对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还是比较难得一见的 哦 对 嗯 我看见这个 呃 鱼龙它是 嗯 保存的这个 它是 有很多骨骼嘛 因为我看见非常的密 对 是不是在深海里边的话 这些 呃 就是 骨 就骨 呃 海参的这些动物它会 骨骼比较密的话 是能承受它那个深海的那个海洋 海洋 是这样吗 然后它也也也跟它埋藏下来 当时那个水间埋藏 可能是两边挤压之后的一个效果 哦 哦 它就是两边的骨骼这样合起来 所以看起来特别的密 是吧 嗯 那当时是 怎样的一个情景 然后让它就是 变成了 是那种 呃 山石 就是垮塌下来吗 还是怎么样的 这个肯定是一种自然的大型灾害 嗯 但是它具体是什么呢 所以 等一下我们 等一下我们去看那个我们一部那个大型的一个那个 科普片 科普片 我觉得知道了 它是从特殊师迷入可以看见 就是 沿本这里很宁静的那一片那个 和谐 那个天堂 对 后来造成运动 包括那个尽力的那个火山喷发 然后那些火山灰啊 那些泥块啊 哦 那石头 所以 随便就把它们 埋藏去了 然后它们就隔接了氧气 隔接了氧气 如果有氧气的话 可能它就已经 它就被分解掉了 被分解掉了 就看不见 就这么清晰 等下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片子 诶 那现在这个暴露在空气里面就没有关系了吗 这个 它是已经处理过 它就能 就不被分解 就能 就能 封闭的 就能够 这么几年 几年 几年是吧 两三一年就能够形成化石 哦 那像现在我们道路出来的话 已经没有影响了 嗯 这个是通过保护膜的 经过处理的 对 要是不经过处理的话 它 慢慢就会 对 时间一长它就会氧化掉 那个会那个风发掉 每年我们就 上面主动营成那个 动性的那个 保护的 那个化学物质 哦 那我 那我们就是 呃 游客也会就是 经常过来这个地质公园观看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就是我们游客在参观我们的这些 呃 化石的时候 他们是需要注意什么 就是能更保护我们的化石 有没有 就比如不能用手摸 或怎么样 就他有没有这种注意 因为同时 参观的同时也要保护嘛 他有没有什么注意 每一批游客过来的话 都会由我们的工作人员陪同 都会有他陪同 都会有他陪同 所以在这些条件下的话 我们都会 用我们的这个语言去告 告知游客 嗯 切勿用手去触摸 嗯 啊 然后其实这个东西拍照的话 它才是有一定的影响 影响的 对 就那闪光灯 对对 所以这些的话 我们都会提醒一下 嗯 像鱼龙它它本身它这个种类 它又会不会又细分成了很多小的种类 对 鱼龙它有很多种 今天有鱼龙 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 但是我们家的鱼龙主要是分三种 第一种呢是美丽盘江龙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条 地上的这一条 哦 然后还有一种是梁式官邻鱼龙 和周式茄鱼龙 在这边 嗯 嗯 然后这个呢 等一下在我们的博物馆里面 就可以去看到 然后在我们的美丽盘江龙里面呢 它又分很多种 就是邓式贵舟鱼龙 菜股式典型鱼龙 和亚洲杯椎鱼龙 啊 我看这些名字 特别多啊 它的分类是怎么的 为什么还有什么美丽盘江龙 啊 我们这边 对 我们这边命名法的话 主要是也是三种 第一种呢 是根据专家的性质来命名 第二种呢 是根据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地名 第三种的话 是根据它们的外形 就是鱼龙化石的外形来命名 比如美丽盘江龙 就是这个盘江龙 比较美丽 对 它又美丽 而且是在盘江 盘江对 此前就是一片南盘江海 哦 那这个邓式就是 当时发现它的这个 专家的形象 对 等一下这个品种的鱼龙 我们在大博物馆里面 就可以去看到 然后接下来 我们到二号馆的话 就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亚洲碑堆鱼龙 它是属于盘江鱼龙中的一种 一种 那它为什么不叫鱼龙 叫这个碑堆鱼龙 它是体型比较庞大的一种 大型鱼龙 那跟我们刚才您 就是看到的这个 它是体型上是有差 有 对 那个是巨无霸 那个比较大 巨无霸 等一下您看一下 这个是 这是一头雌性的 比较 比较娇小玲龙 哦 这个还娇小玲龙 对啊 这个4米多长 感觉如果这个东西 现在突然出现了我的眼前呢 就是 这一条的话 如果这个地方断了 它要是尾部没有断的话 可能要到这边来呢 就会更长 以前这个地方是庄家还是荒山 荒山 荒山 然后这是一片农民的地 地 这一片都是一个农民的地 它就在那里种很多地 然后就在这儿挖呀挖呀 就把它的尾部给挖碎了嘛 挖碎了以后呢 就发现了这条鱼龙 然后就 它用比较有这方面的保护意识 嗯 然后就上报我们的政府 政府呢 就是请了专家过来见面 哦 那这个是这儿发现的第一条 对 这是我们地质公园建馆 发现的第一条 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2001年 哦 2001年的时候发现的 那到现在 这个时间都比较晚 嗯 到现在的话有17年 17年吧 是 如果不发现这一条的话 估计这个馆还这样子切吧 对 是这样 你们现在发现的这个 鱼龙花石 它在有变多少 对 啊 这个数量是不可估量的 你已经发现了的 已经发现了也不可估量 成千少了 对 就可能有的就是已经流到 流湿到外面 也应该有这种情况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那个 这边山岗我们又叫做 沃龙岗 沃龙岗 就是这里 呃 沉睡着 呃 沉北上千条的那个 那个云 海龙花石 嗯 啊 如果我们把这边山前路破坏的话 它的动作就像 就是跟那个 金属房冰马云差不多 就像 冰马云的地方 对 就是说 冰马云是在台里吗 就到处说那个 原化石海龙的化石 非常震撼的 就是当时有很多鱼 它是集中生活在这一家海洞 集中埋藏 因为它以前是一个海湾 内陆海洞 内陆海洞 它就在那里出去了 它分散不出去其他的海洋 它就在这个海湾里面 不限繁衍 啊 就特别的多 对 不限繁衍之后 然后大型的自然塞海洞 它们全部水尖灭绝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我们这个 200多个平方公里之内 它是比较集中 也比较密集 鱼龙的繁殖 是不是也繁殖特别快啊 还是说 对 繁殖的话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 两亿年前的鱼龙 应该是 那个时候还没有原来 也不繁衍的 那个生殖能力 应该比较强吧 因为没有不懒 咱们一去二号馆 还有一个问题啊 好的 刚刚您提到它吃的那个什么 橘石啊之类的 然后呢 你们是怎么去判断出来它吃什么的呢 还是说 它吃的那些东西也有没有消化 然后成为化石在它库中的 第一的话 是根据它的锋利的这个牙齿 来判定它是一种肉齿动物 第二呢 这边有一幅图 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 是根据它的一个胃部残留物 跟粪便化石 来去这个推测 它偶尔呢 它偶尔会通食一些胃石 去帮助它消化 就跟现在的鸡仔一样 但是它的主食呢 还是鱼类和双颗类的 哦 这些都是从这个化石里面 对 胃部残留物和粪便化石 专家要继续做 对 所以研究出来 它是其实就是 就是吃的是菊石这样子的海洋里面的小型的 这种生物 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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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看不到 这个看不到 我们这个图片 都是在其他地方拍摄下来 精灵下来的 对 这是我们的一号图 来 我们从这边出来 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工业其实还挺美的 我刚才那边的那个山都是 好 对面就是一个卡斯特的 桥梁博物馆 如果没有雾的话 可以看到19座桥梁 那其实如果游客过来的话 也挺有意思啊 可以先到这儿 然后再到周边的一些 对 到山上去看一下那个卡斯特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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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习惯 习惯 那这个芯片整成长 大概就8米左右 8米 对 然后 相当中有一个弯区 也是非常进来的 我们可以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鱼类 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原味长度 好吧 这个鱼类呢 看起来体现非常长大的 它是属于这个挖针 背针鱼类 身体整长度呢 为8米 它最大的遗憾呢 就是头部呢 没有完全保存下来 这保存在这儿 对 那么专家呢 他有两种推测 第一种呢 就是被氧化 第二种呢 就是被有救碎蟹给分解掉了 但是这个鱼类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浮在这个氢鞋面上的 而且整个骨架的特别密 有被挤压过的迹象 那么有可能是 延时的化成垮塌 或沙面龙球形成的 也可能呢 是这种原因呢 躲在头部呢 没有完全的保存下来 不过呢 这边的化石的价值也很高 刘小伟给这个后期 特别在这尾部 从初入到西来 都保存实际上的精美 也缺憾的 嗯 我们可以看看 看一下它的尾部 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较普照清晰度 是清晰可见的 对 这么好 很延新的这边 这个地方啊 蛮处多了 也是非常精美 这化石保存的 还是非常完整的 对 就它的这个尾部 尾巴的这个小尖都在 对 知道了 然后这边看到 农土可以开在旁边 这个岩城呢 它就是这个 2亿年前这个沉积岩 也就是海洋当中 这个海绵啊 一层一层都一起来的 我们这五年这个清晰所见 它这个板块来 都是一块一块往上跌的 如果要开在这个岩城里面 这个海北河 可以看一下 这边就有海北河在这里面 那往这边有 这海北河 这个海北河 就是说这个岩城也是两亿年前的 对 那现在这个岩城里面 还会有画石吗 有 但是 静在里面 嗯 海北河那个杆 对 如果要开成的话 是哪个 到九亿左右 哦 那所以现在这个地方 还是把它包存起来 没有 就是跟这个龙画石 这一块 形成那个 对比 对 对 那个称奏说明 有这个 这个意思在里面 嗯 刚才陈老师说 说这个 这个 背追龙是吧 背追鱼 背追鱼 它是在鱼龙里面的巨无霸 这个什么说法 对 它是巨无霸 它是中心霸 就是 来自有它的专家费 是 是吧 对 它体重来大概 就一定的用 它就知道一千五米 一千五米 对 它主要是吃一些 啊 鱼类啊 小的爬心动物啊 还有它一些小的 小鱼仔 它好吃的 对 它是不是当时好像里面最凶的 对 那它 它是霸子 是表现在你前方的 除了它的体型 体型 还有它在风味上的牙齿 哦 还有它的 因为这个方向性色的来体 让你在三号码可以做的 哦 就是 就是它的里面画 对 哦 网络居 六千五米万 六千五米万 就是那个 抗毛 是 对 它是黑鱼类八重 看完这段 我也可以看了 可这边 这个特别介绍 可以仔细看一下 好 这个呢 就是刚开始 在一号码的导致 我们所讲解过的 这个呢 就是刚开始原位 一号码是建的 这就是刚开始的原貌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刚开始的这个 它的前期还不就明显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韦平是不见了的 没有了 然后这三位呢 它就是德国呢 非常有名这个古术化石专家 汉石马平记 这个汉石先生呢 在今年这个 六月二十八号 来跟我们这里 现在跟我们地资公园 都有合作的 然后这上面呢 就是北京专家 跟当地老百姓 开启出的原貌 给看一下 这当时公园还没建的时候 对 刚开启出的原貌 就成这样 当时一个开启现场 对对对 然后这边呢 就是国家呢 还没重视我们这里的时候呢 都是没签监管的 我们就是用这些碎石头 把精力搅带 然后这上面就是毅力感 把精力保护起来的 然后前面那位女士 是我们当时国土资源部的副部长 苏家华 当时就是她带队过来 然后给我们公园投资了这个七十万 然后建了第一次展展馆 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二次建馆 旁边都有窗户了 然后我们现在 当时是比较 越来越好了 比较简单 我们现在是第三次建馆 对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二号管参观的 我们往这边走 等一下我看一下 这个可以就这些 这是一个化石分布原层图 它主要的话就是在五到九米之间的 这个 原层中间 会出现化石 五到九米 对 我们看到这边 打心的地方 这是张家的一个分解图 那刚才就有说 就是鱼龙还有 那个海白河是吧 那就是鱼龙跟海白河都发生在一个层次 都是发生在一起 它们都是共同存在在一片海洋当中 然后一般来说的话 海白河埋藏面要稍微广一点 广一点 就是高中低都会有都会存在 那鱼龙的话它应该就是在 鱼龙的话就比较分散一点 它没有那么集中 对 然后这边那就是鱼石 哦 鱼石 它是外形的像一个 对 外形的也像鱼龙 它是卷钱 对 它是卷钱 因为海流一样的嘛 对 在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对 对 对 像这个鱼石的话 它是属于这个无军之洞 这是这个海洋里面有株碎蟹的 我们也这个看出来 这里到处都可以亲戚所见的这些 这些有很多游客来我们这里 他都会问我们 有你们这里可不可以捡化石呀 这些小化石物是可以的 像这些鱼石呀 贝壳呀 生物类的 随时可以捡得到的 有很多游客来我们这里都捡下来留着纪念 哦 那一会儿我们可不可以去捡 可以的 到处都可以捡得到 这些年 一年前这个沉积岩上面 都会有这些 小化石之类的 对 然后我们刚刚看了 旁边的这些沉积岩网 现在我们可以从这边过去看一下 对 那边有就是 还没有开展树的那些化石的纪念 哦 可以 那边过去看一下 刚刚像我说的 那我就说 你怎么怎么能知道 就在这里 因为有很多游客来说 我们都给他讲解了 嗯 对 把这上面这些沉积开 解开 这海北河就在这里面 嗯 那我能不能 现在 能找到一个海白河的一个 嗯 这里找不到 像这些板块上面 可以看那些小海流之类的 你看 我们这些就是双壳类的 对 我们本地是称为这个海洋海洋 嗯 就是这个 就是现在这个泥层没有被修复出来 所以看了就不这么清晰 那我们现在摸到的是两亿年前 对 这个海洋 也就是沉积岩 嗯 然后这边我再跟大家补补一下 你现在看到这一层看到没有 它比一般的石头稍微松一点 对 这一层的话我们老百姓叫抛 抛壳 抛壳 所以我们的大龙呢 就会出现在这个层里面 这么 呃 它是 你看 我们刚才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条龙 是不是就在这一层 呃 它是 是被 就挤压了之后变成特别 呃 薄的 然后里面的话 它就会 呃 土的成分很多 嗯 然后它就 没有那么去坚硬 嗯 就 抛壳 所以 所以就比如这儿 你们有一条大龙啊 嗯 那所以要把上面的这个全部 解开 解开 然后才能就是 能发 发那个发现我们的那个 那个龙内 对 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条龙就是在这个层 就是在这个层 哦 这是根据老百姓的这个 经验 经验 判定 老百姓 它可以用两种 嗯 一种叫青石板 第二种叫龟石板 嗯 青石板的它这个层面 就非常坚硬的 嗯 如果是灰石板就像这种黄黄的 再找一看 轻轻硬的呀 嗯 它就这样碎掉了 这青石板呢 你看呀 这个眼尺是非常坚硬的 嗯 画纱主要是保存在那个叶岩 跟黑色的眼当中 所以那画纱才会保存这么完整的缺 上面那个 对 就让你轻轻的那一块 嗯 那如果我们要从下面挖下来 就是 你从你那一部分的时候 就要挖很多时间 对 就很多时间 有很多老百姓他们有时候 倒挖了手 啊 又开始现在有很多的 把上面的泥层 揭开了 然后再揭开这些延藏 挖多了 把上面的泥层 大概要挖出来 非常艰难 我们就用那种被罗啊 他们撬的啊 来用这些化石 嗯 所以有很多以前 有很多老百姓都在看这些化石赚钱的 是啊 但是现在我们建管了也是 保护的意识也是越来越强了 对 对对 现在老百姓都不给倒挖的 现在不会挖了 正是开采 对对 以前还没这种艺术 对 以前还没这种艺术 对 OK 我今天过来给他一遍 你们这条迷路也是老百姓是发现的吗 对 都是老百姓发现的 因为这么来以前都是老百姓的地 嗯 我们当时在建这个玫瑰馆的时候 为什么呢 是想要把这一块颜色把它保留下 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啊 我们的化石是怎样开采出来的 这个除了除了它的这种历史价值 还非常具有观赏性 对 有很多颜色特别的物品来都非常感受虚的 像特别一些些小布呢 谢谢 这条鱼它是死的还是死进来 对 这个是分辨不出来的 这个分辨不出来的 这个分辨不出来的 这个是被咬过的 整个历史价格是地名不清楚的 只有它那个鱼肉里面有一带载的才知道的 这个确实看起来挺正汉的 因为一进来的话就看见它是非常庞大的 对对 它是我们三个原物馆当中的最大的一具 最大的一具 对 像刚刚那个里面有一条小宝宝就可以分辨出来 但是 对 对 这个分辨那些雌雄很难分辨的 因为它只留下骨骼了 我觉得 我觉得它的那个棋哈 那个是它棋哈 那个圆点点 比刚才那个大多了 对对对 这个棋就是 我觉得它的这种棋的这种骨骼感觉好 好奇特 就像我们人类这个手掌一样的 十分不氧化的 也是骨头也是一截的 对 而且像我们的骨头应该是一截连在一截的 你看它这些圆点里面它是分开的呀 它就像这个海豚 像这个鲨鱼之类的鳍一样的 它舌的这个圆点 这个脚也是挺圆点的 那它在后期就保存得非常完整了 去看一下后面的那个棋一下 还有它这个骨骼我去看一下 如果它这个骨骼没有被这个银层挤的 它跟银层旁边的银层在里面 是非常庞大的 所以它在这边的骨头都是对银层在里面 对对对对 它只能鞋压过这个银层在里面 对对对 它当时从它被就是那个 发生这一篇画的 它是自己的一个这样的鞋面 就像刚才呢 它是自己的鞋面 对对对对 所以它就是鞋压过这个银层的银层 对对 因为它就是这个银层的银层 就是这个银层的 就是这个银层的 嗯 这一块是它的什么银层 因为它鞋 就它维护的鞋 对 它不是前鞋跟后鞋 就是前鞋 就是后鞋 可是我不感觉它的那个后鞋是比较更有利益的 因为反正骨头还要更大 这个的话它肯定就是发生那个银层挎 然后把它制作后鞋 就是完全 那个的话它靠生中鞋 嗯 其实它应该是前鞋跟后鞋 有这样的 它都是保持生的银层 所以它的这个鞋 它以前是像我们现在的鞋一样 是这样生下踩动的 它不是这样的鞋 其实我看见这个 我就能想象当时在一片深海里面啊 这样特别大型的一个一个动物 然后它是怎么样来不滑水的那种感觉 也能想象得出来 嗯 鞋 这是鞋 滑水的 哈哈哈 它也不是用它的鞋来滑水 它的滑水的主要是在它的尾部 它的鞋只是为了保持平衡 对 所以它的鞋以前是这样 上下摆动 尾巴就像它的搭动鞋 不是这样有的 哈哈哈 对 那它现在的哪种是 海龟 海龟 嗯 海龟 爬行那个 爬行那个 之后它又可以在海里面一些 木地上 对 两栖的那种 不是 这个只能生活在海里 只能生活在海里 然后它的生活方式应该跟现在的海里 那清雨一样这些差不多 因为我们都知道呢 海洋里面的生活它其实是什么 其性啊 都方便啊 体型啊 都接近 都接近 嗯 都是比较接近 是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我看上面有这个字 这是编码 编码 贵 贵州 这后面就是 我们这个每一个展体上面都会有这些编码的 哦 这是当时那个专家过来的 对 对 给他做的编码 每一个展体上面以后 然后给他留下相当于他的一个身份证号 哦 这样子 好 那现在像这样的呃 被追龙的话是在就是世界各地的分布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呃 鱼龙的话它主要分布也就是在五官里和德国 和德国是吧 嗯 但是德国他们有就是也是有这么大 他们有呢 鱼龙里面最大的 嗯 不是 这个是最大的 棉位保护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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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因为保护三个管中它的体型是最大的 嗯 然后它不是我们目前发现的所有的鱼龙当中最大的 嗯 我们还有比它更长更大的 嗯 只是这是原味当中是最大的 对 那我们贵州为什么有条件建这种原味馆呢 那其他的地方应该也会想到哈 在原地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主要也就是为了保护它这种原地的价值 供我们后人去 嗯 你说那个其他地方它要建原味馆 对 前提要在原外能够发现化石 哈哈 这个是在原味发现而且比较集中 对对它出来 它不能发现 嗯 其实在我们那个全国是吧 全国有很多家的那个博物馆 嗯 这种化石博物馆 嗯 嗯 基本上每个那个省份都有 嗯 但是他们我看 一些同众他们也打出那个原地保护的那种概念 嗯 但事实上他们是那个假装的 他们就是把咱们在这边的那个原味化石到备过去 然后在那个建管然后在地上挖一个什么那种平面 然后把那个化石这个 呃 镶嵌嵌进去 然后对外界的新建树里面有一个核实上 那边那地方不可能有那个有化石 就是它还是根据那个地 哪个地方的特有的这个地势 对 当然是全国 全国 呃 这件事情就是都一会儿了 嗯 这也是我们这个地球公园的特点 特点 就是要做原味 做那个 那种原汁原味的 嗯 嗯 所以就各位网友如果想要来看我们 对 最原始的那种化石的那个 啊 风貌的话可以来我们 贵州的这个 啊 官邻的话 是一群的地势公园 来看真正的 原味的这个 化石 对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二号管 嗯 接着我们旁边有个三号管 嗯 三号管里面是一些什么 那些 一龙海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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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像 其实就 距离很 很相近了 这两个 Mantised 在一起 我们能不能看一下 因为他这当时很密啊 没有 这个感觉非常严ved 夹起来都大 都宽敞 这个也非常清晰啊 这也是一种 也是原地保存的 然后我们一路走过来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我们的原位一二号号管中的 这三条龙 它都是循序渐进的 一号管的那条 它是没有尾部对不对 对 二号管的那条 我们回想一下 又是没有头 对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 这条龙的话 它的一个头部 它的四个旗 尽管左前旗有点扭曲 但它还是完整地 保存的下来 然后后期两个 身体的整个骨架 以及这个尾部呢 都完整地保存上来 这个应该是最完整的 对 原位保住三个管中 那这个是不是个瓷的呀 它是不是肚子里面有一个 这个的话呢 您问得特别好 因为它 腹部中间这块石头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石科呀 这块凸起来的石头呢 我们专家当时 切片去研究 但是到现在 都还没有得到结论嘛 然后就这个石头呢 专家给了三个观点呢 来作为这个推测 第一个观点呢 说是它的胚胎 因为呢 刚才跟大家讲到 它是属于暖胎生的嘛 所以有可能当时 是它的这个胚胎 还没有孵化 就跟着一起保存下来了 然后第二个观点呢 就说是一种碳酸盐结核 这个碳酸盐结核呢 当地人叫龙胆 龙胆 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化石 就是化学成分 组成的一块石头 碳酸盐结核体 然后也有很多游客过来 会猜测说是结石 肿瘤之类的东西 第三个观点呢 就是根据它现在 这个特有的扭曲的 这个身体的形状 以及那个卷须的尾部呢 来推测 可能刚当时 这个石头当时砸下来 导致它死亡的一个原因 所以它有可能是它体内的 也有可能呢 是这个外界的 然后这些呢 都只是这个Jana的推测 刚刚讲的这三个观点 所以它现在 目前为止 还没有得到结论之前 广大的这个游客呢 可以根据 自己的这个想象力 发挥一下 然后来猜测一下 它是什么 那天是从这个 能看出它的 就是性别 这个鱼龙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去分辨 它是磁性 它是重性 因为磁性的话 就是标过我们 一号管那条 那是因为刚好 腹部里面有一条小鱼龙 所以然后鉴定出来以后呢 才知道它是磁性 那是因为有这个鱼龙 有小宝宝在肚子里 其他的话 所以没有办法去鉴定 我感觉这个鱼龙 它的嘴特别长啊 它这个长嘴 是便于它捕食还是什么 就是便于它捕食 因为它以前的话 它生活的当时那个环境嘛 然后它们肯定都是 比较凶险的那个环境 然后它应该一方面 也是品种的问题 然后这个形态 可能刚好跟它生活的 那个环境 它比较接近 然后这个是也属于中大型鱼龙 它的这个特征 我看那个就是鱼龙画神 那幅圆图啊 它眼睛好大呀 那是属于生活在深海里 然后深海的话 它就会比较深 然后见光度很低 能见度比较低 所以它的眼睛就长得特别大 眼窝又很深 以便于它更清楚地能看见 海底下的这些食物 是吧 所以这也是生活在那个 生活环境造就它们的这个 特征 对 身体特征 我觉得它这个嘴 其实看出圆图是跟现在的 海豚是比较像 只是海豚没有它这么长的嘴 但是也是那种突突的感觉 对 所以咱们海洋生物 基本上形态呀 习性呀 这些它都是接近 对 但是这个 这个动物啊 这个生物它已经灭亡 已经灭去了 要不然的话 我们现在看不到它几颗化石 它就会净化成其他生物了 对 那这个现在研究出来 它是就是完全就没有这种类了 还是它可以净化成现在的某一种 据我 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灭绝了 灭绝了 因为什么呢 第一它比恐龙要早一点 恐龙到今天都没有了 你想一想它还有 它已经经历了那个 就是到那个 住了第一次结局 经历了又一次那个 大面 收入大密节 全都没有 没有 所以这个还是不得一无二的 嗯 那我们呢 然后我们这个馆的话 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条鱼笼 还有另外一种生物在我们身后 可以转过来看一下 那是一块海白河 海白河 对 对我们从这边可以走过去看 其实我一直就有一个迷惑啊 我们海白河到底是植物还是什么 它是一种极皮动物嘛 可是我看见这个样子 我就觉得它就是 它就是因为这个外形 外形像植物 然后才可能它属于一个 其实它是属于 极皮动物的根源 它是属于极皮动物 它是属于极皮动物 这个极皮动物呢 让我们现在的海参数同类 然后它跟我们现在的海鲜呀 海胆这些东西 它是属于近亲 近亲 对 然后这个海白河的话 它分为三个部分 可以看一下 中间也演的这个地方 类似花火的这些 就是它画的 它以前呢 在海洋里生活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地方去捉海底 海洋里面那些有机物的这个碎屑为始的 同时呢 它也是用这个地方来排便的 对 同一个地方进食 同一个地方排便 它是我们地球上最古老的一种单枪肠的一动物 相当于它只有一根枪肠 然后我们海白河的枪肠呢 就是它的这个茎 这个地方 是细的 一根一根的这些 就是它的一个消化石道 对 你们可以靠近一点看 它是一节一节的 我们看到 这就是它的一个消化石道 我其实 我靠近了看 我觉得它好像有跟蚯蚓的那个表象 感觉是能蠕动的那种 对 枪肠内动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第一个特征 那它这个地方是软的吗 还是硬的 因为 因为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如果它是软的 它没有办法立起来 可是我想到了 它在海里边 它的浮力比较大 所以它应该就是 它以前呢 它不是立 它不是立起来的 对 它不是立起来的 它不是立起来的 不是 不是 它是怎么样生活的呢 它是 产卵在海洋里之后呢 它的 它生长成这个 幼年体 它就会去寻找它的这个附着物 然后这个附着物的话呢 它是一般都会寄生在一块浮木上 浮木上 对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海百合后面的那一块 最大的那一块就是那块木头 哦 那等一下我们先换一下电池了 稍等一下 好的 我们换一下电池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那块浮木 那海百合它如果没有浮木的话 它可以生存吗 嗯 也可以生存 嗯 它一般的话 幼年体 然后产卵在海洋里 长成幼年体以后呢 幼年体它就会去寻找附着物 那它要是找不着呢 找到附着物之后 它就会慢慢逐渐展开 嗯 长成我们现在看到中间 圆盘花 像我们今天的花朵一样 嗯 成五幅 五幅这样呈开 对开的 它那个找不到的花 它也能在那个海洋里边 水拨出 对 它可以它长得很大 嗯 那我们过去看一下那块浮木吧 对 你们就可以 诶 就是以前它要负责在那个浮木上面 呃 不是说必须是负责在浮木 它也可以负责在其他生物上面 啊 比如说 珊瑚飘啊 然后就是 海洋里面的话 物有些原始的 这些 它也可以负责在那上面生活 只是说 最有特点的还是 浮木跟它生活在一起 这个是比较完整的 对 后面的这一块就是那块 当时的 木头 然后 这是两亿多年前的那个 木头 对 哦 那我 因为我之前也看过 在其他地方也看过海白河 嗯 但是我从来就没有看见 有 木头这种 所以我就不知道 原来就是海白河 它是要负责在 可以负责在这个浮木上啊 对 很多人都是这样觉得 因为海白河 它就是因为这个 它的外形 比较像植物 很多人也会误以为 它是往上生长的 其实不是 它是 负责在浮木上以后呢 然后 倒过来往海里生长 因为它要用它的 类似花的那个地方 去海里面捕食 不食 对 这里还有一个那个科学 有趣的一个小故事 嗯 是怎么样 就是那个1968年是吧 那个德国的一个 研究古生物荒食的那个 那个 那个专家 叫 赛云拉赫 他提出那个海北河 可能是在那个 呃 那个附着的那个 那个浮木上 嗯 嗯 那个巨星 那个生长 嗯 这种生活方式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那个证据 证据啊 直到在2001年的时候 嗯 在我们这儿发现了 就是在这儿是吧 嗯 就在这儿发 就发现了那个 200年前的那个 那个木头化石 树木化石 树干化石 上面就附着了一大层 那个海北河 它的那个假说 在我们这里得到那个 名证据 所以我能想见 当时在这一大天汪洋里边啊 可能有在那个海平面上 铺块 木头 然后它倒在了海平面上 然后就浮在那儿 然后呢 我们的海白河那时候 还是小小的 还不是这个样子 对 然后它就找到了这个 特别大的这块浮沫 对 所以它就 就是衣服在上面 然后慢慢的长 就长得特别长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 这么哪一虫 然后它就开始 把它的那种 相当于触角的东西张开 然后开始捕食 然后开始慢慢的生长 是吧 就是能想见这样的画面 嗯 那海白河能长多长呢 它最长的颈可达15米 15米 哇 很长 然后我们这个 听说应该的也就是7米 7米啊 对很震撼 因为我当时我看图片或怎么的 我就觉得海白河应该就 最多不过就几米那种感觉啊 然后感觉它是那种 从海底长出来的那种 但其实它并不是这样的 它其实是啊 它其实是从一个海平面这样的 然后触角往海里面延伸 哦 哦 那我们看图吧 对啊 这个你们就可以过来看一下 这幅图 就 最形象的 浮沫在海平面漂浮 然后它寄生在浮沫上 这个呢 是海白河本身 啊 然后它衣服在浮沫上以后呢 它要用它的灌布去捕捉 嗯 有机物的这个碎屑 然后用这个地方消化 消化以后呢 它再从这个地方排出来 嗯 所以它以前生活在海洋里的时候 它就是这样 反过来 然后垂 倒挂在海洋里生活 嗯 然后我们 嗯 就是 广大这个游客 也在外面看到过 嗯 就是 各大博物馆里面 都会有展出我们的海白河化石 对 那些呢 都是为了美观 或者为了满足人的一个 视觉上面的效果 嗯 然后后天把它 反过来 对 因为它现在形成化石了嘛 所以它挖出来以后呢 它就为了好看 然后把它反过来 立起来摆放 对对对 我觉得今天 就会误导很多人觉得它的成事 对啊 那这个ABC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 它是跟着这个风动力 嗯 然后木头嘛 嗯 随着木头飘浮 然后它 木头到一定的时候 它的 飘浮在海洋里面 它会 腐化吗 对 腐化 然后中间那些部分呢 营养啊 这些都散开了 就没有了 就空了 空了以后呢 它就会没有重力了 嗯 然后它就会慢慢往海底沉 那它沉下去 附着在上面的海洋 海洋是怎么样 死掉了吗 呃 这个的话 应该是不会死掉的 它会 它附着在缝墓上 它就会 又反过来 然后它再用它的这个 生命的这个 灌谱去捕食 哦 那它能活多长时间呀 它的生命力很完长 最早呢 是出现在5.4亿年前的寒武器 一直进化到今天 我们过来看看 它现在还有吧 对 进化到今天 现在这个海洋里面 还有620种那个 类似那种海北河的那个 进行生活在海洋里面 这个今天的海洋里面 对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呢 就是由我们这个海白河 进化来的 它现在的话呢 是叫做海洋池 海洋池 对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正面的图片 啊 然后它现在的这个海洋池 跟我们的海白河 它是区别 就在于它这个地方 这个部分雨之 稍微稀疏一点 海白河的话 比较紧 比较密集一点 然后它一样的 也是由这个地方进食 由这个地方排便 嗯 我们地球上最古老的一种 单枪长内动物 那它海白河之 就是它有天体吗 嗯 这个 这个不太清楚 两亿年前的世界 啊 对 两亿年前的世界 那个时候没有人类 所以 我们今天也只是靠它的化石 然后去研究 然后去证实它以前生活环境 或者它的生活习性 这样 那我们刚才知道 那个鱼龙开始吃一些 就是 鱼水 那个 鱼齿辣这样的 一些小型的 嗯 吃的是海洋里面的有机物碎性 就是我们说的微生物 因为它是用它的这些触角 去 去 就是 张开去吸收一些有机物 然后它再慢慢送进大的这个 这个我们叫鳄 对 送到这里面 然后送到这里面之后 它再从它的这个鳄 送到它的口腔 嗯 然后就从这里吃进去 对 它不是一抓就是一口 嗯 不是这样的 它是很多触角去吸收的 哦 然后它在它的那个 就这个地方慢慢的吸收了 对 也消化了 消化了之后 然后它再从里面抬出来 对 抬出来的话 也是有这些小的触角 分散出来 哦 也是这样的 那它是怎么繁殖的 嗯 繁殖的话 它好像是 这块 这块不太清楚 我们只 我们只知道它是当时是缠暖在海洋 对 缠暖在海洋里 然后到处分散 分散 然后它就会慢慢的长成 小的用脸体 嗯 用脸体的话 它就去找複肘 它长到了一定时候 它就找複肘 找到複肘 以后它就会长成成蟲 嗯 它需要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 然后让它再缠不停的 五十 对 对 海带河的知识 我今天就是 还是学到了很多新的 它是外形的象律 嗯 就是疾病动物 就是疾病动物中的 那个科学 要把那个海北克 这个是海中的仙女 海中仙女 非常漂亮 非常美观 它的名字也很美 海带河 哦 我们说海北克化石 把它修复出来 嗯 就像那个玉一样 就要有人把它称属于白河玉 白河玉 你这样在我们的大部分 你看一下 非常的那个 因为我们是听中央的 海带河 它是原地保存的 哦 是 所以原地保存的话呢 它就是 我们看到花朵的 有部分它都是这样的 反刻在地边 嗯 我们看到的都是背面 有饼的那边 然后就是 不太直观 然后它也是取出来 从另一面来开采 会比现在的美观多 这个就大概是 感觉像从水平面 往下面看的那种 对的 对的 不但那个 就是山石卡塔下来 或以前的那个下来的时候 它会一直往上面 然后压下来 然后压下来 所以它现在是那种 背面潮流浓的那种感觉 对对 就是背面面对我们 其实它可以取出来的 只是说我们这个 是为了保留它原地的价值 刚才我们领导讲的 当时一个假说 那是德国的一个专家提出的假说 叫《银甲浮游学书》 这个假说呢 是为了证实 呃 当时它以前提出的这个假说 是因为它以前发现海白河的化学 它只有花朵 只有花近 没有一个整体 然后呢 然后呢 今年一年我们开展出来 这块化学之后呢 它的这个假说 才得到这个认证 所以呢 我们当时就保留它这个 原地的价值 在这个地方 没有别动 那最有价值的其实就是 这块粉末 它最有价值的是 粉末跟它 在一起结合在一起 对 这个是 所以说这块是 我们全世界最完整 最大的一块就是 原地保存的海白河化学 那精进就是 古海白河 这幅虫的话 它是说我们的海白河的 古海白河吧 这是卡尼西的 卡尼西的 卡尼西的海白河的化学 它不是 它不是三叠 三叠式的 对 所以它是在不断的这个进化 因为它最早是在兰五季嘛 所以它 不是同一时期保留下来的 不同的时期保留下来的 海白河的化学 它有不同的原则 包括现在的 我们的 现代海白河 这个海洋池 它也是跟 就是 在年纪的这个事 有很大的不同 对 对 它们会慢慢的进化 其实我们现在 在于研究 几亿年前的东西 确实是需要 就是我们的专家 学者 它们都是根据1.1米的这种化学 然后原则 然后再来看 那我们现在三个原味管道餐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更多意思 对 另外一个词吧 就是那个大陆 里边保存有非常精美的 有一百多间那个海白河滨那个文化石 一百多间 对啊 咱们去看一下吧 对不起 我觉得我今天特别幸福幸运 你看 因为同时间能看见这么多的 就鱼龙啊 然后 海白河的这种化石 是第一次 我在其他地方从来就没有第一次见过这么多 所以说我们这里是晚上 你是独一无二的那个化石宝库 对对 化石宝库 化石的宝库 确实 我觉得就是这个名字去传 对 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是 呃 什么时候 这个广场的这种 我觉得所有的各样 就是他 当时这个外形 新建的时候 也应该觉得假 那个高兽来 你看的话 那个 今天那个就是 就是 那个 就是 那个叫西尔兰 或者 都是钱的 钱呢 就是以贵州 来命名 州市呢 是以专家的这个姓氏 专家姓氏 来给它命名区分 这个品种的鱼龙呢 它一般长不大 为什么 0.5米到2米之间 嗯 就是它这个这个品种 它就是个品型 对 体型特征 然后它这个的话 肚子 我们可以看到脊椎 就比较庞大 嗯 然后眼窝也比较深 对 眼窝很大 哎 这个品种的龙呢 它就是生活在深海的 嗯 我们都知道深海的海压 比较高的 嗯 所以它可能 体型要大一点的话 它就能够承受住那种海洋 然后我们现在对面看到那条 孙氏心不容 它的体型呢 就比较瘦小 这种的话 它就生活在浅海 因为它当时 浅海的话 它就可以随时上入地龙 然后这个是因为它的这个骨骼小了 所以它保存上来 它的就是骨骼啊 鳍啊 那些部分的话 就比较碎 嗯 它就不像体型大一些的 大的 我是这样觉得的 它小了 弧度就比较酸 哦 是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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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很坚硬 这个骨骼 它就很坚硬 反正上来的 化石的话 它就很立体 就不容易碎 这样 然后 这边呢 这是一些我们 刚刚看的我们的周氏啊 孙氏啊 那种各样的 形态精美的一些 嗯 化石的品种 确实也非常多啊 嗯 大的小的非常多 然后 这些都是当时发现之后 数量 嗯 就是品种 稍微好一点的 哎 我们就这样一一把它呈列出来 对啊 其实 如果就是你要是不知道一个物种 它是生活在台的每个层面的话 嗯 可以通过就今天我们学到的这些知识啊 比如它的那个 眼 眼睛的大小 还有它骨骼的那种 特征 特征 然后来 简单的对它有一个 简单的 了解 嗯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它是作为国家的一个科普性的教育基地嘛 嗯 所以对于孩子的学习 就是 它是比较有帮助的 可能发 发觉小孩的那个好奇心 哎 对 但是你要是要让那些孩子一下子去接触这些东西 嗯 它可能还是会懵 但是 所以有 就是它有了这种好奇心之后 它会自己慢慢的去 所以我们这边开发的另外一个项目就是一个山体的发掘场地 是啊 那边的话可能孩子就会比较感兴趣 因为可以就是 自己动手去实践 然后 去挖掘 去口谷挖掘 嗯 那些的话可能孩子就比较感兴趣 嗯 这个这么大这个我们刚才没看见了 这一条呢是我们 嗯 鱼龙啊 目前发现的这个鱼龙 还有展出的最长的一条 最长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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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头 那个应该不是蛇头 不是 蛇头它是 无法破除 软的呢 它形成化石是保留它骨骼最坚硬的那个地方 所以它身体的那些软主 全部都没有化分解 对 就违背那些 分解 有没有 应该是它的眼窝吧 对 它的眼窝相当于两个拳头这么大 非常的大 嗯 眼窝很深 是个深眼窝 然后这边从头到尾 嗯 这是前蟋 你看两个前蟋都完整的保存下来了 对 只是说我们这个灯光它有点反光 这个很安静 嗯 很一般的这个 我们就可以靠近一点 仔细的去看一下它身体上的这些纹目 和这些骨骼 这一块是当时的地方 在这个附近 这是我们公园的 因为保护面积200多个平方公里 这200多个平方公里 我们给它设计到很多个这个乡镇 那 哦 是啊 那这个当时就这么大 它发掘的时候有没有什么 故事 发掘的时候 嗯 嗯 自占的 嗯 我们当地的那个村民吧 以前就是有没有那种保护 意思 也没有再方便的那个法令 嗯 因为那个保护这个 海北和花石 因为有种化石和文化石 嗯 是在咱们那个科学 这些科学下是吧 嗯 古生物化石专家 他们过来研究之后 大家才发现 才慢慢 才知道它的那个 价值的 嗯 那以前他们就把它挖提出来 就是 觉得很神奇 嗯 然后 外边的有些那个古生物化石 在方面的那个 一些 一些那个 那是犯罪分子吧 嗯 他们就把它 它知道价值 他们就把它盗了出去 然后咱们 呃 小块小块的 是吧 因为它这么一大块 它不可能有什么测量 什么技巧 继续能够把它印出去的 嗯 我们就把它 插封 收脚回来 然后 呃 在这儿沉溺的 是这样的 就是 也是一种保护吧 保护念用 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我们的那个 就是保护 就这种意识 就是 就是不可能就是 对 去把它就是千里迢迢的 把它 对 把它 追回 那在里面的花石 每一块都有 咱们 那个 直达队伍 保护者的 这个兴趣在里面 嗯 因为 有一 有一些 还是他们去当地 收的时候 然后 呃 跟农民 然后打过架 很辛苦的 这块 因为这个 这个 花石他经历了好几次 那个 这个 这个 刀啊 刀卖的那个高峰 因为随着那个 这些专家研究的那个 不但深入 越来越多的人 跟那些不同的那个 博物馆啊 支付的价值 包括 国外的一些 不法 不法的那个分手 他们都把都会把它 刀卖出去 以获取那个 天价的那个 那个 收入 那这个当时 刀卖出去的话 要价多少 这个价格啊 这个价格在这个 几百万以上 这个价格 啊 现在是福价自保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 对对对 对对 它的价值 它的市场 如果说一定要 你们说那个市场 他们去销售的话 价格在几百万 但是对我们来说 对 研究价值 对对对 研究价值跟 对咱们人类的那个 就是对于我们 过去的这种探紧啊 那种的这种价值 那是福价值保 对对对对 特别是咱们那个123号 那三个野位保护官 那些福价值保 对对对 是轻易不能随 损毁 损毁 损毁的 所以我们当地的很政府 就是在保护它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 掩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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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 ここ这边呢 海龙 这边有海龙 都知道我第一点看那個是鱼 对对 海龙是脸的 文怪话呢 就是刚刚跟大家介绍的 它是水路两栖的 水路两栖又不一样了 它不仅是在海里 对 因为因为我一看见 看见还这个进化那非常好的 对 这个脚的脚 它已经不是齐了 已经形成爪子了 然后像这个的话 它就是完完全全可以上墓底 然后脖子也长出来了 然后它的形态就有点类似于我们想象中 那个中国龙图腾的样子 咱们的人本来叫幻想的龙 然后我们这条龙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是什么呢 它腹部底下 我们给师傅我的手续看一下 有一条小的小龙跟它样在一起 这边是头部那边身体围布在后面 这个长长这条是那个小的伟大 然后身体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当时的一个形态 可能刚好是发生灾难的时候 轻微的保护它的孩子 然后才把它压在肚子底下 等那个意境在里面好空气 对 我们在想到一个故事那种 所以咱们这个地球上这个生命 它还是 一种感情 天性 对 真的是天性 不管是什么生物对吧 是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海龙 因为这个海龙呢 它可能有一些时候 当时发生灾难的时候 有一些它是在地球上 就是在陆地上玩耍的 然后它就没有很好的保护下来 所以像这个龙的话发现的数量就比较少 这个 相对于龙来说 对 然后 这边就是海龙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边呢 有一个这个 当时 这是个头部 对 这个是一个立体的头部 这个头部呢 是我们中科院的一个研究生们修复出来的 就修复的 专业的人是修复的 对不一样 这些呢 那是我们老百姓自己 用他们自己的工具修复的 但是能达到这样的形态 这样的效果就已经很好了 然后 但是还是没有人家专业的补处 这牙齿可以出的 对 很高的成维体 对不对 就是精致的龙头了 这个 可以 这边也是海龙 那海龙又分哪些种可以吗 嗯 海龙的话 三十就是一种 两种 短吾虫齿龙 它有一种是孙氏新布龙 孙氏新布龙呢 我们叫铁杆龙 这种龙的话呢 它是小型的 可能就是这个龙的用品 哦 嗯 然后这个又比较难得的是 它文库的那个地方 有一处海胆河跟它在一起 这儿 哎 对 那个比较难得这种景象 当地人叫龙带花 龙带花 龙带花 那我叫龙带载 这叫龙带花 哎 这些名字吗 都是 人 人来许的 这个 这个画是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画是 这个画是 你是小型的 您看的话 就是你能分辨的话 您在上面分辨出那个 九条 九条 九条啊 对对 你可以看一下 这头部的话 它还能找到头部 对对 就是你比较刷一分 你比较认真仔细的话 三条 四条 九龙图 天哪 我只能找到四条 天哪 有时候你 有时候它的那个头部不在乎 骨骼 还有那个 那个 那个 脊椎 那当时 在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 就有九条 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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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生产生 一窝 应该是吧 因为它太小了 而且 骨骼那些就比较碎 对 哎 那这个地方的这种 这种就是 这种生物 应该说是很多很多 用一下子 对 都是很迷局的 你想 很多 我们这儿是堪称 全球晚三连记的画学宝库 对 你不许穿 嗯 这上面有一个 这个图能明显的感觉到 它跟那个鱼龙 在这个 呃 在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 发生了 对啊 很大的变化 它的尾部 还有它的那个 四肢啊 这个画了 这个画是那个 刀 刀 尾部比较 斜胀 不再是人 也不知道 因为它要在陆地上 拿起 嗯 然后这边跟住我们的 海盆厅 啊 这边的旁边的话 那就是海盆厅 嗯 然后这边的海盆核呢 就是一些局部的 哇 太美了 这些海盆核 好像画一样 这个就是局部的 然后把它 空 空起来 然后就把它 修复出来以后 嗯 就沉滅在这个地方 哎 你们现在眼前看到的 这一块海盆核 看到吗 它是我们整个厅里面 最大的 就是花朵部分 最大的 花朵那个 巨也是最大的 看它 就是 这样分散开来 巨巨无声的 对不对 然后凹的部分 凸的部分 对 它的这个镜也非常的明显 非常清楚的纹理 嗯 其实它是这样的 一个灌布和一个镜 就是一个单独的个体 但是呢 它也是属于群居的 嗯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海盆核 它都是一堆 在一起 像这样单独的 它就比较少见 嗯 这个比较美丸 细细如深 挺有艺术感的 对 而且 这个是因为修复它的那个人 把它保护得很好 嗯 其实化石保护 修复也是一种保护 有一些修复技术很差 就用刀弓磨损的把它敲掉 那种也是一种破坏 嗯 这很大 就是有 它跟我的手对比起来的话 它就是感觉非常大 因为我想当中的海白盒 应该不会有这么大 我想当中就是可能 就这么一点 嗯 因为它分 我们这儿的海白盒 主要分两种 一种是许式创统海白盒 嗯 然后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个 就是我们官邻本地 叫官邻创统海白盒 嗯 它们的不同主要是在这个 主要是这种就是成虫 这种就是成年体 嗯 完好的分散成面出这种枝状 啊 与枝部分 是 我来自已选择 那种是 有的 我来自然是 这种枝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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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有的 如果 那种枝状 那种枝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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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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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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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